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尤 我是Chris Sir Hello 大家好 今天看到這麼多的CHANEL手袋在我們面前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分真假的CHANEL 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一集的購物狂促成班非常之厲害 我來到這個位於尖沙咀的店鋪買二手名牌手袋的店 找到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朋友 2021年拿了這個最結出專業名牌手袋鑑證師 這個是由中華廠商會和香港廠商會提名我們的 那就考不到 在業界中比較有名氣和專業的認知 我們就會頒獎給他們 因為我知道Chris Sir是有教別人去分不同品牌的真假 最多人想是什麼品牌的堂 每個地方都不同 當然始終都是袋王第一 Hermes是想學人最多的 第二就是CHANEL 第三就是LV 第四才可能是PLATA GUCCI 因為我最近開始都很留意二手名牌手袋的市場 其實我發現他們的價格都站得很穩 像車一樣落地就會比較便宜 但手袋不是的 你是可能可以原價買出去都可以 甚至有賺 好我們先說到這個FLAB 首先是卡式FLAB 其實我們會看很多地方 CHANEL裡面有個雷射碼貼 在1980多年才有的 再早期CHANEL四幾五幾年是不會有貼的 不同年份貼的號碼都不同的 而是逐格逐格的上升 譬如說一號會舊一些 二號會新一些 三號會再新一些 貼其實這二十多年都沒有什麼大改變 當年是很慘的 每一兩年兩三年貼的形狀 大小款式都改變了 比較專業的鑑定師 除了對方號碼要適合年份之外 貼的形狀也要對當年是否這種貼 貼要看 如果有卡的話就要看一張卡 我們教學就有八至九個地方要看 卡就其實改了兩次的大款式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都沒有什麼改變 最多會加一些雷射在裡面 哪一年代的袋開始才有卡? 都是1980多年有的 但以前的卡是比較軟身一點的 2000年代後在1990年代的尾 比較硬身一點 就是兩層的卡 因為我很久之前 剛剛開始接觸CHANEL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留意到這件事了 我看到我把卡接觸了之後就丟掉了 千萬不要 現在就... 上面的號碼和袋裡面的那個雷射貼紙 是一樣的號碼嗎? 一定要一樣 每一個袋的貼紙都會在不同的角落 在不同的位置 如果同款是同一個位置 就是你看到這個款一定是這個位置 你看到卡鏡頭右上角有個雷射標籤 這個有CHANEL LOGO的雷射標籤 其實你輕輕雜側看 就會看到有CHANEL的字 那個LOGO的反射 彩虹色的反射出來 正面看反而沒有 九個沒有雷射 九個沒有雷射 所以如果你再舊一點 其實不應該有雷射這個雷射才是正貨 我們要逐聲對期 每個期數有什麼改變呢?你要清楚 還有就是字型 我們通常是教在日文字會比較多 那這裡就可能比較詳細一點 就要一些時間 那我想問 平時的人是否想拿來給你確認真還是假的? 可以的 通常都會收錢的 但學生又不收 CHANEL 400 MS是600 但我們都是那句 肯定到先告訴客人 肯定不到我們不會收錢 這一張是假的 是 哦!我知道了 即是一字散開的 散開了 反而是真的 是拆在一堆 對呀! 這個真的可以讓人看到 大家看到鹽字是實色的 大家看到 隱約看到鹽字 字體是散開了的 卡又說完了 裡面的雷射貼 在這裡給了一個小小的 Chris Sir 這麼多年來儲分來的小小 給大家看看吧 大家看到不同的貼紙 是代表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年份之餘 都有分不同的號碼 譬如說這個四字頭的貼紙 就是屬於這個年份之內出的產品 有這些是再舊一點的 再舊一點的 那雷射是怎樣去檢查的呢 雷射我們會用一些紫光燈 俗稱會照一下 那邊會不會有些螢光的效果 同樣超A也不笨 做貨的那班也有些知識的 他們會照造一些螢光出來的 不過我們教同學會認清楚顏色 用什麼燈照才會最準確 就會比較清晰一點的 我們要對付超A 不是一看到就知道假就不用上課了 是啊! 是否有個假的例子可以給我看看 不知道我用肉眼看都有點像 這個假的 不過扣了有點像 其實顏色如果是熟的話 有些不同 是青青黃黃的 顏色上已經一看就知道有些分別 而且細緻的造工都沒有了 幾年前已經用了一種新的技術 放進它們的袋裏 或者產品裏 那個晶片是小到近乎你頭髮的 粗度不知百分之一這麼小的 可以直接放在線裏面 可以直接壓在皮裏面 可以直接壓在金屬的裏面 完全看不到 只要用一個閱讀器 一按下去 袋裏所有資料都會出來 哦 所以傳聞 未正式行的 不過應該很準確的消息就是 未來這一年裏面 應該 他們是不會再出有卡和有貼的東西了 所以這個可能已經成為歷史了 沒錯 那你怎麼辦? 唯一就是Logo的比例 五金 車線的特徵 青蘇達的特徵 還有後面背部 我們俗稱要對花 外袋 我們看下面那三條邊 上面插你的手就不看 這條不看 這條不看 你會看到所有靈格線 是完全無瑕地接合到的 還有袋裏面的靈格線 是無瑕地接合的 如果你看到幾條線 接得不太理想 好像歪了一點 一定是假的 很大機會 為什麼這條線不算呢? 因為這條線有高低感 是否袋裏面的東西插上去 慢慢慢慢 前面會鬆了一些 自然 它就未必無瑕地接合到 哇!學了很多東西了 這個上一堂多少錢? 不同地方收的價錢不同 外國就是做一個特拼的老師 不是我們自己在香港 一個小朋友 我們這邊收2,900元港幣 一個品牌 一堂? 一堂 所以上一天就可以了? 大半天 大半晚 但其他國家我們上幾天 那裡是萬多元 時間長一點 內容近乎完全一樣 因為內容都是我編排 因為集合了這麼多年 我們做販賣行 老友寄回來的資料 我們有些防藝協會 加上其實我們的Data Base 也有差不多3萬張照片 特別一些新款的東西 我們會上載一些東西 最新的超系有些什麼資料要小心 原品牌的地方改了 我們需要通知學生 就不是說學了就算 那Chris Sir很好地 給我的subscribers 如果你們看完這條片之後 想來跟他上課 他會便宜300元給大家 是的 2600元 是的 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 其實不說也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除了獅子頭的品牌之外 其他品牌都可以用一些技巧 不妨大家去香港最好的 廟街、廟街、廟街、大宝 買一個小小的磁石仔 造袋出名的品牌 他們很多都知道 如果五金裡面有鐵的成分越高 化氧化的機會越大 因為有鐵 就自然水氣進去就會氧化 所以你發覺很多大的品牌 在五金裡面試試用磁石貼進去 都貼不到磁石 是啊 看看真的又如何 這個是真的 一樣是chain 碰也碰不到 這是消息技巧 你有沒有一些經歷 分享一下 人們來檢查袋 怎知道是假袋的一些經歷 其實不少的 每天都會有很多客人出入 警方都說打劫三寶 鴨嘴帽、口罩和斜尾袋 一看到通常都不是太好人 要坐不坐 很心神不定 再認真地看貨品 你會很禮貌地說 不好意思這個我們不收 還是你會說 你這個假的 我們就不會說假的 最有資格說真假的就是 原生產商 版權持有人 他們可以把真袋說真袋 他們有權把假袋說真袋 這個版權是他們的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你真是觸碰 你覺得買了假東西 你會發現警方是不接納你的投訴 反而是海關接你的投訴 因為這些關於版權的事 是海關跟進的 或者說一下一些行內 一些潛在誤解 有時候覺得某些國家人會特別厲害 香港或者國內特別差 或者某些國家特別差 我覺得這個錯 有些人會覺得日本特別厲害 對 我覺得這個錯的都挺重要的 我最後資格說 因為我在那裏出身 我在日本讀書 因為我們鑑證在那裏學的大部分 拍賣會唯一只有我一個香港人 是拍賣官來的 不是說某些國家人特別厲害和差 是視乎那個人對袋的 passion 去到哪裏 我們永遠都是看過袋 最掙扎 那香港是否拿上證據的 鑑證師都一定是比較少 應該是沒有 以我所知 沒有嗎? 即是你要存在香港為一個? 暫時 以我所知好像是 希望將這些好的訊息廣泛傳開 其實我們為何會做第一次的鑑證科程 因為我們做店舖 有個女生經常來我們店舖 看一個好像Fendi的袋子 十萬多元而已 她考慮了很久 我想在我們店舖搞了半年有多 我們同事全部認得她 真的嗎? 是的 離開了搞那個袋子 一直都捨不得買 結果一陷著她回來 跟我們說 Cryster可不可以幫忙嗎? 她真的看到網上 有一個袋子一模一樣的 便宜了兩三千元 我知道那個女生的積蓄並不高 應該是儲了很久才買到一個普通袋子 結果買回來是假的 因為很快爛了她的維修 專門聯絡她說 不是我們公司的貨 態度也挺差 以為她是賣假的那些人 我的天啊 我們那些律師的意見 都是很難跟著的 哭著來說 我們當時真的很感動 不是說有錢人就是客人 沒有錢就不是客人 但是為何感動呢? 因為你都沒有幫到她 現在香港比較富裕 買幾萬元的袋子 可能比較簡單 一些剛剛 入世俗存錢的女生 是一個很大數目 她很欠這個袋子 我們看了半年都不捨得下手 而買第一支袋子竟然是假的 你知不知道你應該怎樣做 怎樣呢? 送給你呢? 到時你看到我哭著找你了 哈哈哈哈 希望今天這條影片 除了可以讓大家學到知識之外 去買二手手袋的時候 都可以小心 即是沒理由存了錢 想買一個漂亮的手袋 但是買了假的東西 對不對? 如果大家想確實這袋子是真的 就開來店裡 給Chris Sir 我想我的支持者 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最喜歡最興奮 就是講手袋 好了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IG 還有Chris Sir的IG 我都會放在這裡 這個店舖的地址是 尖沙咀阿士丁小路 15B嘉華大廈地坡 如果大家想來看看 後面身後的這麼多名牌手袋的話 快點過來看看吧 好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下次再請教你 歡迎歡迎 如果大家想看看Hermes 或者LV其他的 就留言吧 好 拜拜 哈哈 你應該把真的那個 送給你呢? 到時你看到我哭著找你 哈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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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